大家好,今天是4月9日星期二 每個星期二都會有一個嚴正聲明 講講有關騙徒方面的事情 最近少了這類騙徒 起碼我未被轉告說有 但在其他地方可能還會有出現 再次講,我並沒有Telegram、WhatsApp、Facebook 如果有的話,這些都是騙你的 如果有問題,請打18222 好了,看著看看 今天市一開始時是上升了 曾經去到這個170這個位附近 這樣子也有很多板牌是上升 上升的板牌之中 都是紡織方面有升的 煤炭方面一直都是在高位 汽車相對高位 農產品方面就由以後低位爬上來 運輸都是在中間位爬上來 我們看看是 服裝和紡織業方面 由於有一個施設環球 是升了7個仙 帶動升了62% 所以整個板塊帶動了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整個板塊的升幅是相對全面的 即使很多服裝和服飾業方面 可能是出現了一個 訂單是足夠的 因此這裡已經開始炒起了 所以大家值得去留意一下 這個板塊 因為這些股票 都是很小的東西 去年一定不好的 如果今年多了訂單的話 他們是可以有一波的升落 不過記得這些都是要 買得快走得快的 再其次是煤炭 煤炭一直都是屬於 近期的長升的資源股之一 當然都是小小的東西 升幅多就會影響到這樣 再其次就是一個汽車的板塊 汽車的板塊也是 小小的東西升幅多 大隻的東西 而且呢 就這個就是比較小便宜 升得比較慢的 那麼 連有著恒大都有一升 其次我們來看看農產品 農產品這裡就是 你看到這裡都是很小的股票 那麼 這個升幅這麼多都升了是 0.007月 運輸 運輸方面呢 亦都是一些這樣的 物流股等等 都是好的 那麼這個亦都是 證明一點是怎樣做呢 就是這個 所以工業方面可能製造業方面是好 所以因此物流方面要用多了 好了 那麼再其次我們來看看 個別的是股票方面 美團微升 騰訊微跌 阿里巴巴微跌 那麼中國有色抗疫方面 這裡就是升得比較多一點 那麼 小米集團又跌得比較多一點 那麼這裡就是其他的來銀股 就升了一點 看看這個 其子方面 其子方面一直都是守著 保利加通道附近 上下來是斑騰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現在是16722 其實整體的市 上面就見172左右 就是這個保利加通道附近 下面就是這個163左右 保利加通道底 那麼基本上 就是如果能夠站起 這個今天一路收起168上面 上升的勢頭也還可的 於是就可以變成了6月底 在這裏部的人就看 是可以去到183左右的了 那麼這個都是一路 我都是說 遇到這個這樣的期盼 希望可以得到 好了 還有其次我們看看 那麼 今天可以一個留意股份 叫做萊西特